其他很多,多餘的製程 那等於就是說他們在產品正義上 就像剛才也提到說 他們其實會不斷的去研發 跟去做一些新的突破 那等於是從剛才那個系列 又衍生出了另外一種說 可能是範圍比較小 那金額也比較親民的 但是就是說另外一種方式的那種研發有趣 所以在這個概念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中間移動 我們也會選擇更多的尺寸 所以它會變得更更貴重 並且保持同樣的看法 那等於就是說像這個系列 就是金額稍微好一點 就是說他們多了一些垂直的支撐 然後他們剛管的那個直徑也稍微小一點 但是基本上整體的 形狀跟感覺還是一樣 對 這裡已經有拍攝了 這裡已經有拍攝了 在南方的南方 是很冷的 應該是冬天 那就是說這個是在 德國北部所裝的 這個系列的第一座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想法還不錯 所以他們也就慢慢地就把這個 原型的發展成一個完整的系列 然後我們的市場人們都說 怎麼可以叫這個小的瑞寶 一個瑞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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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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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正它就是說 他們原本在做的時候 就是那個尺寸叫小中大 然後後來公司裡面的人就說 你隨便一個這個就 就 六七八公尺寬的 怎麼叫小 那不應該叫小中大 應該叫大特大跟超大 那所以後來就是衍生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系列 這已經是一個設計 我們改裝了我們的設計 我們有加了很多 更新的玩具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小架子 小架子 石頭 架子 然後在後面 那像各位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當這些基本的架構出來之後 其實你可以克制的選擇 就一下就變得非常多 像它這些 所發展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自由的去增加 或者是減少 或者是做改變 那像剛才提到連結的 連顏色什麼都可以去調整 其實它的克制度是非常高的 這張照片 對 那種顏色的選擇 其實是還蠻不一樣的 對 就是說那種顏色的選擇 其實是還蠻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說 喔我們可以建造 Da's no problem 對 它就說這是跟一個 法國設計師合作 那他剛才是在講說 這個案子 是他們在法國分公司 直接跟人家承諾就借下 就說那就做什麼 但是其實後來問題還蠻大的 然後我們給他們一個叫 我們說 抱歉 它沒問題 如果你看到我們的循環 它總是直線 然後我們有一個軸 然後直線 所以它總是直線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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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有一個維持的 維持的轉移 問題的重點就是 你看他們之前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弧線跟直線做結合 然後創作出來這樣的形狀 但是今天這個設計師提出來 其實它是一個連續延伸的弧度 那在他們那個時候 當時其實是技術上 是還沒有辦法克服 那等於說一開始的提案 也就是照他們原本的方式 就是覺得說 一個弧度角度 然後要停下來去連接 然後另外一個同樣弧度角度的東西 然後再連接這樣去做 但當我們提供這個設計師 他就說 抱歉 因為我不喜歡 很明顯的 沒有被同意 OK 所以再次嘗試 我們會有時間 我們會很想念 我們會很想念 到我們找到一個解決 現在我們有找到一個解決 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 怎麼會有效果 等於說 等於是他們經過很多辛苦研究之後 當然最後也是克服 就做出來 不過這個是非常非常機密的技術 所以也只能說 我們現在是可以克服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你仍然可以看到 每個部分 都有一個維持的角度 然後一個維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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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就是說 也是 最後也是透過很多工程的手法 去克服這些 可以做到一個很完整很優順的 一個連續的圖形形狀 所以我們在看製作文件 你可以看到 從某個角度 在製作工程圖上面 也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在角度上的調整 是非常精密的 所以有些角度看 它就是一個完全的直線 那其實它 你轉個角度一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你想要的製作文件 但是 全部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 有些不一樣的 的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